点在关前路和上用路口的土地银行 过去在日本时代的名称是创业银行 那时是白地台湾银行后边主要的银行记忆 最重要的业务是协助市民地台湾地动散和不动散的资金流通 对当时台湾的散业和金融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因为1900年代当中全球的经济大失败 所以以后申起的银行 为了要让大家有信任感 在外观也是来报的建筑 都会强调财温十八的感觉 创业银行当时的外观和大厅的设计 也表现出这种强调气派和财温的风景 以及七空二代 土地银行因为办公的所在不够看 所以跟原来十四公秀馆 挑人气派的大厅 够做三层楼 所以在古籍修合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人物记忆 就是贴调银站 辉合原本挑人气派的大厅 修合古籍又在利用的是 新的功能不一定要含过气修缸 所以也需要中心和空间 设备做全面的宿客 又尽力整理 这会可以让古建局有新市名 土地银行 最大的资设计 就是来源 有很多旧高度的普调增他 这种器官在 疫情二空二代 R-DECO增他技术本家 就很最受货的是 关键的工作 完整的普调 要继续保存 企画的要好丽收补 为了尽力要求完毕 在收补这些旧高普调的时 特别拼借日本的财富 来示范指导 确定每一个部署 和设计都正确 更正确 照世界伪散的收补关节 后来放的 跟原来有的部分 听到要可以分别 不可以放到完全相同 这次的收补的财富 不仅仅发政客 也完全尊教世界伪散的收补关节 让身座的部分 各官兼 可以清测分辨出来 建筑本来就是 我们人多多的所在 这次五个 对1933年起后 一直站在这里到现在 经过这次的收补 和再利用了后 我们期待这次建筑 也还有后一个100年 在登陆路路的历数登陆水里 对日本创业银行 到台湾土地银行 到今博物馆 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用途 不理个欠比和尊重 自来都是我们对历数鼓励 无变的态度 也希望经过这款收补 和再利用 和文化祖先的 极大观保留 团队给予一代 就会在词吧 温暖空巢